欢迎您收看科技简报 由TPG支持的公司考虑出售香港肿瘤中心 彭博社 由私募股权公司TPG支持的TE Asia Healthcare Partners 正在考虑出售其在香港的肿瘤中心 香港综合肿瘤中心的潜在玻璃 可能使该资产价值超过1亿美元 随着亚洲中产阶级的崛起 增加了对私人医疗服务的需求 该行动导致该行业的交易活动增加 北京通过新的华为Mate60手机 回避了西方对5G芯片的禁运 微报 根据分析公司Tech Insights的报道 中国的华为公司已经生产出一款5G智能手机 该手机采用了一种先进的硅芯片 其微型化程度被认为超出了其能力范围 这是由于美国领导的出口限制 Mate60 Pro采用了一款 由中国部分国有的中芯国际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SMIC生产的新款麒麟9000S芯片 这是第一款使用SMIC最先进的7纳米技术的芯片 自2019年以来 美国限制了华为获取生产最先进手机型号 所必须的芯片制造工具 乌克兰的网络团队与俄罗斯人在前线进行对抗 BBC 乌克兰的网络运营人员正在与俄罗斯对手 展开一种新型的高科技战斗 这是战争前线的对决 乌克兰安全局的网络部门利用黑客和特种部队的组合 渗透俄罗斯系统 收集情报并部署最新技术 该部门使用人工智能 AI视觉识别系统分析 由空中无人机和其他来源收集的信息 为军方提供目标 他们还侵入被占领领土上的监控摄像头 监视俄罗斯军队的行动 并指挥自杀式无人机摧毁监视乌克兰行动的俄罗斯摄像头 在这场冲突中 无人机一直处于创新的前沿 乌克兰网络团队利用自己的无人机干扰俄罗斯的无人机 俄罗斯情报机构也将他们的网络团队调到了前线 以便更快地与军方沟通 并获得被俘乌克兰设备的访问权限 网络冲突与军事行动紧密相连 网络攻击与导弹攻击并用 乌克兰抵御战争和网络攻击的能力 归功于其专家的专业知识和西方伙伴的帮助 澳大利亚的TPG电信将禁止调查期 延长至40亿美元的光纤资产报价 路透社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TPG Telecom 已将对竞争对手Valsos Group 收购其非移动光纤资产的独家禁止调查期限 延长至10月4日 两家公司之间的讨论仍在进行中 且尚未完成 TPG的董事会尚未做出接受该报价的决定 Valsos由基础设施投资者麦格里基础设施 和AwareSuper支持 提出收购某些企业 政府和批发EGW资产 以及相关固定基础设施资产 包括批发宽带业务Vision Network 如果成功 该交易将创建一个估值为80亿澳元 51.1亿美元至91亿澳元的合并实体 Coinbase将推出面向大型机构投资者的新借贷平台 路透社 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将为机构投资者 推出数字资产借贷平台 根据监管文件 该公司以为该平台筹集到5700万美元 此消息是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推翻了Grayscale提出的 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的拒绝后 加密货币行业最近获得了一次提振 印度的时刻已经到来 莫迪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 彭博社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正在努力在世界舞台上 彰显印度的存在感 将该国定位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键角色 印度的外交政策以多重对齐为特点 即通过建立多个联盟和伙伴关系 来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发展经济 印度一方面与美国支持的四方安全集团保持联系 另一方面与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金庄国家合作 该国还吸引了像苹果这样的科技公司 因为他们正在从中国多元化 然而 如果面临台湾军事冲突等危机 印度的平衡行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 印度的多重对齐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美国及其盟友认为 印度是对抗中国的重要平衡力量 然而 印度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等问题上的立场 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 有人认为 印度在金庄国家组织中的参与 未能履行其作为对抗中国的角色 中国反对G20峰会公报的关键方面 也使印度在该峰会上的立场变得复杂 尽管面临挑战 印度与美国 日本 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接触 被视为这些国家的长期投资 印度被视为印度太平洋地区 唯一具备能力和意愿 对抗中国自信的国家 然而 如果面临重大危机或冲突 印度维持其多重 对其战略的能力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研究发现 全球50岁以下人群的病例 在30年间增长了近80% 未报 根据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早发癌症研究 50岁以下被诊断出患癌症的人数 在30年内增加了近80% 这项发表在BMJ种留学上的研究显示 该年龄组的癌症诊断人数 从1990年的182万增加到2019年的326万 同期 因该疾病导致的50岁以下人群的死亡人数 增加了27% 研究的作者们认为 不健康的饮食 缺乏运动 以及烟草和酒精的使用 可能是其中的原因 但他们补充说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苹果与ARM签署了新的 长期芯片技术协议文件 路透社 根据ARM的首次公开募股IPO文件 苹果已与芯片技术公司ARM签署了一项新协议 该协议将延续到2040年以后 ARM拥有大部分全球智能手机计算架构的知识产权 并宣布了其IPO的定价 拥有者软银集团计划以每股47至51美元的价格 提供9550万美国存托股份 苹果与ARM有着悠久的历史 苹果在1990年帮助创立了ARM 并使用该公司的技术为iPhone iPad和Mac设计自己的定制芯片 为什么金融影响者总能找到引君子 彭博社 印度的市场监管机构 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 SCBI正寻求打击 该国日益增长的未受监管的金融影响者 或称为Finfluencers 这些个人通过YouTube和Tele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 提供投资建议和交易提示 通常没有经过SCBI的必要注册或监管 在一份咨询文件中 SCBI提议要求所有受监管实体 与Finfluencers断绝联系 以破坏其收入模式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举措 是否能有效遏制Finfluencers的影响力 他们在零售投资者中越来越受欢迎 零售投资者参与期权交易的规模激增 特别是在当天到期的零日期权交易中 Finfluencers的崛起 引发了对利益冲突 欺诈和错误信息的担忧 因为许多这些个人利用社交媒体 推广自己的交易策略 并支持特定的股票或产品 尽管SBI的努力值得赞赏 但在当前的数字化环境中 要完全控制Finfluencers的影响力 可能是困难的 中国第二号人物登上世界舞台 习近平不出席印度G20峰会 彭博社 中国总理李强 本周将参加他的第一个全球活动 出席东盟在雅加达的会议 然后前往新德里参加20国际团峰会 这将是中国总理首次参加G20峰会 虽然不太可能李强会做出任何重大宣布 但他将提供有关中国经济政策的详细信息 这对于全球领导人来说是关注的焦点 考虑到中国经济的不稳定 李强一直致力于争取外国企业 并消除有关台湾即将爆发战争的担忧 美国电话公司威瑞森的一个部门 同意支付400万美元 以解决网络安全指控 路透社 美国电话公司Verizon Business Network Services 同意支付409万1317美元 以解决其未能满足与向联邦机构提供的 IT服务相关的某些网络安全控制的指控 此次和解解决了针对这家电信巨头提出的虚假索赔指控 比尔 马赫猛烈抨击编剧们古怪的罢工要求 英国独立报 喜剧演人比尔 马赫在他的随机俱乐部播客中 批评了美国编剧工会持续罢工的要求 称其为古怪 代表11500名编剧的工会 自5月2日以来一直在罢工 此前与主要电视和电影制片厂商的谈判破裂 马赫认为 自2007年上次罢工以来 编剧们的要求已经变异 他们现在认为自己有权以编剧的身份谋生 他还批评了罢工的时机 称被针对的流媒体平台没有理由想要解决这场罢工 谎言在澳大利亚历史性选举前助长了种族主义 BBC 澳大利亚即将举行的 给予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发言权的公投 旨在为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创造一个机构 以就影响他们社区的政策向政府提供建议 然而 这次公投遭遇了网络虚假信息和种族主义辱骂的困扰 反对公投的否振营被指控领导了一个虚假信息生态系统 并通过可疑的社交媒体账户放大了这些信息 澳大利亚联合通讯社的事实核查团队已经揭穿了一些虚假指控 包括篡改总理视频和声称发言权在20多年前的公投中已经失败的说法 心理健康机构报告称 网络仇恨言论和辱骂的举报数量显著增加 人们担心这可能导致土著澳大利亚人的自杀率上升 这次公投被视为一次一代机会 为原住民社区带来改变和更大的自主权 层层审查 Ernie Bott是中国对ChatGPT的回应 他是人工智能的伟大飞跃吗 澳洲ABC 中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AI聊天机器人Ernie Bott 由中国科技巨头百度开发 经过政府批准 Ernie现在对公众开放 与其他国家不同 中国要求公司在发布大众市场 AI产品之前提交安全评估并获得批准 随着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 中国政府一直在加快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努力 Ernie是中国成为人工智能世界领导者愿景的一部分 然而人们对Ernie在严格审查的互联网使用 和与中国审查制度的一致性方面的能力表示担忧 Ernie和其他中国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已经受到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的限制 他们生成的内容已经经过了进化处理 由于中国的审查和内容管理规定 中国的人工智能平台预计会提供 与美国建立的平台不同的叙述 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采取了雄心勃勃和谨慎的态度 旨在平衡监管和放松监管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